你知道台湾人有多有钱吗 你觉得如果把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身家 都拿出来做一个超大的排行榜 你的身家会落在排行榜的第几名呢 哇这很刺激吧 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呢 最近都公布了2023年全球的财富报告 把全世界各地54亿的成年人口资产 拿出来做排名 台湾人的平均净资产财富居然是 台币 另外你知道四年之后 这世界上会出现多少新的富豪吗 我相信四年之后 你也会在榜上 这不是乱讲的 有证据来给你看 哈喽我是Bonnie 900万先记住这个数字啊 接下来会跟你解释这数字怎么来的 影片中间会告诉你说 有多少机会你可以变成将来的新富豪 最后呢也加上一个 你可以拿出去跟家人朋友讨论的话题 可以来看看你周遭的人的财富同温层都在什么样的阶级 是这样的哦 你有没有记得曾经有一小段小时候的时期 是觉得好像100万台币是听起来很多的 因为这社会就跟你说 年轻人要存第一桶金啊 在台湾这就是100万嘛 然后会跟你说什么年薪百万的工作 就是高薪工作 好好读书年薪百万不是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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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出社会才发现呢 这社会教你要努力打拼 存这一桶金 在台北只能买到一瓶啊 哦不对还不到一瓶 因为有三分之一是公社 如果你不住在台湾 可能不知道公社是什么东西啊 公社就是这个建筑的公共设施 比如说大厅啊 蓄水池啊 健身房 游泳池 会议厅 走到电梯 全部都是公社 现在台湾新建案的公社比 大概是三到四成 也就是说你以为你买了100瓶的房子 其实你家里真正的空间就只有六七十瓶 其实想一想还蛮可怜的 好这支影片呢 我们会来看两个机构的全球财富报告 两份一百多页看完了 把重年整理给你 第一个是瑞幸跟UBS合作的报告 第二个呢 是安联出的报告 主要先剧透一下 就这看起来台湾人是非常有钱的 不知道你是认同还是想要吐槽 做这支影片呢 看了各种的报告 需要你帮忙做的 就是影片按个赞鼓励一下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啰 瑞幸研究所公布的 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里面说呢 把台湾成年人每个民众的财富加起来平均 就会得到27万4千美元 也就是将近900万台币 这跟全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呢 台湾是排名第15名的 台湾的财富中位数是排全世界的第12 落在10万8千美元 也就是大概350万台币 中位数的意思就是说 你拿一张表格 把全台湾所有成年人的资产 从最多一路排到最低 那取中间的那一个人的资产呢 就是10万8千美元 这个数字啊 比平均净资产27万4千美元低很多 这其实蛮容易理解的哦 就是Excel表格上面的那一区啊 最有钱的这一些人 资产其实是非常惊人 就把平均的数字拉上去 不过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啊 就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 都是这个样子 OK这是统计2022年底 以前的这个数据哦 因为每年的报告都是前一年 才有完整的数据来统计嘛 全世界呢 有将近六千万个百万富王啊 这里的百万呢 是美元 折合台币就是超过 三千万台币资产的人口 全世界有六千万个 这样想起来其实就蛮多的哦 嗯? 来看全世界全球市场里面 在2022年最大的赢家跟输家 2021年这世界 股市呢 出现了非常惊人的涨幅 你记得新冠的时候 很多国家猛印钞票嘛 发各种补助给民众啊 股市加密货币市场全部都好得不得了 2022年的股市跟币市开始出现下跌 2022年世界资产看起来是缩水 但其实就是前一年爆赚的那些资产 慢慢的流失掉 挪威跟新加坡还有阿联酋人的财产 是上涨了两到四万美金 但是台湾英国以色列 美国人民都变穷啦 台湾呢 每一个成年人哦 在2022年几乎都是少了两万美金的财富 嗯? 这一张全世界的财富分配图呢 你可以全面了解各国跟各地区之间财富分配的状况 身家超过十万美元高财富的成年人呢 主要集中在北美啊 西欧 东亚 太平洋跟中东富有的地区 还有一些是散布在加勒比海 那中间财富的地区成员包括中国啊 俄罗斯 拉丁美洲 还有东亚的这些新兴经济体 他们平均财富呢 在两万五千到一万美元的这个范围之内 再来的这个阶层是五千到两万五千美元 比如说像印度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柬埔寨 南美 非洲沿海的地区 不过呢 分布在这一个范畴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成长其实是蛮快速的哦 再来啊 平均财富低于五千美元的国家 主要是落在中非地区 刚刚那张财富地图呢 要凸显就是各个国家跟地区之间 财富的分配不均 这一张图呢 是要来以总体世界人口的这个资产摊开来比较啦 这份报告呢 估计全球的成年人口啊 百分之五十三 也就是二十八亿个人 财富是低于一万美元的 好 往上一层呢 财富在一万到十万美元之间的人呢 有十八亿个 这一个层级的人人数增长是非常快的 两千年的时候呢 这一层的人数才五亿个人哦 到2022年变成十八亿个人 成长超过三倍这么多啊 那这一层群体的平均财富是差不多三万三千多美元 报告说呢 这一层的数据是反映比如说新兴经济体 经济变得很繁荣快速增长 尤其是在中国啊 这个世纪快速的经济成长就造就了 这一区间的人数是快速的增长 接着拥有十万美元到一百万美元的财富的这些成年人口呢 这一个阶级在过去二十年也爆增了三倍这么多啊 从原本的两亿人呢增长到六亿多人 这一个群体的成员总计拥有一百七十八万亿美元的净资产 也就是一百七十八兆美元的净资产 占了全球总财富的四成 最后你看金字塔最上面的就是人称的百万富翁 那当然这个百万呢单位是美元计算的 也就是拥有三千多万台币净资产的高净值人口 全世界呢总共有五千九百四十万个高净值人口 占所有成年人的一点一percent哦 所以这世界上每一百个人 大概就有一个是超过一百万美元身价的人 报告说啊可能是因为疫情 2022年的这个顶级阶层人数变少了一些啊 但是呢光是这一层的人 其实就占了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六的财富哦 根据这一份报告说 一个人呢如果拥有了八千六百五十四块美元的净资产 你就算是全球比较有钱的那一半人口啦 但如果你是想要当全球的前十percent有钱的人呢 那你就必须要有十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三美元 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挤进全世界top one 一percent 那必须要有一百零八万一千三百四十二美元 大家可以算一下你还差多少 其实你容不容易变得有钱呢 跟你所在的地区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用视觉表达的话 这张图把全球的财富用图来呈现 你可以发现比如说非洲啊印度 他比较集中在这个金字塔的下半部 但是补充一下哦 印度又有非常多的顶级富豪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个地方呢 贫富悬殊是非常大的 这个图的中上主要是比如说中国主岛 那欧洲的话呢上层比较多 北美也就是顶层比较多 亚洲区就蛮有趣的啊 分布就比较均匀 报告里面说两千年初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一的成年人 拥有不到一万美元的财富哦 等于是他们属于财富比较少的阶层 不过这个阶层的成年人呢 比例一直在不断缩小 所以预计未来财富低于一万美元的人呢 会越来越少 另外报告呢还有估算说 他们觉得到2027年 全球的百万富翁 也就是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人口 人数会超过八千五百万人哦 这比今天还要增加了两千六百万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 因为高通货膨胀让变成百万富翁这件事情的门槛 变得稍微比较低 当什么东西的价钱都一直持续往上涨 但是成为高净值人士的标准不变的时候 那就有越来越多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嘛 预计台湾在2027年会多出53万个高净值人士啊 所以你还有四年的时间可以努力冲进去哦 中国大概会多七百万个 香港会多四十六万个 亚洲其他地方呢多五百六十四万个 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影片 冥想一下你还有四年的时间 可以占到这几百个这个百万富翁位置的其中一个 你如果觉得你一定行 可以在2027年的时候呢 身家几近高净值 那你就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 当做一个下定决心的提醒 那2027年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实现了这个任务 再回来看这支影片 回复一下你自己的留言 当做一个感谢自己努力的一个仪式好吧 刚刚说高净值资产还不够啊 这里还分出了更精细的超高净值资产 这个标准呢是要有5000万美金 也就是台币16亿以上的人呢 继续往上看 2022年底全世界有79000多个成年人呢 拥有超过1亿美元的财富 也就是台币32亿多 当中呢有7000多个成人 身价是超过5亿美元的 也就是160亿台币 超高净值的人主要在北美 他占了53% 欧洲17% 中国14% 榜上呢你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俄罗斯啊 日本台湾的这些人 在你的印象里面呢 你觉得哪一个年纪的世代的人呢 在这几年应该赚到最多的财富呢 这里统计美国跟加拿大 四个世代的群体 第一个是1946年以前的世代 再来婴儿潮世代 也就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 X世代也就是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 还有迁徙世代也就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 这几年的财富变化长什么样子呢 报告里面说大部分比较富裕的地方 都是按照类似的模式 不只是加拿大跟美国 所以其实可以参考的 你可以看到迁徙世代 也就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呢 其实在这几年的财富累积 百分比成长是非常快的 主要也就是这个年纪区间 大概就是落在三四十 工作很充的年纪 不过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百分比的增加最快 并不代表这个世代是最有钱的 另外报告里面也说啦 1946年之前的世代呢 增长速度比较慢 甚至是递减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把财富 转移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上 安联的这份报告里面呢 统计的数字是排除 房地产的这个金融资产 因为安联认为呢 他们这个房地产的数据不够充足 所以就把房地产这个项目踢除掉 那这样的排名会长什么样子呢 世界人均金融资产 第一名美国25万多欧元 也就是870万台币 第二名瑞士23万8千多欧元 第三名是丹麦16万多欧元 那第四名新加坡15万多欧元 第五名就是台湾 台湾人的金融净资产 居然高达了14万1600欧元 也就是大概485万台币 这在全球的排名是世界的第五名 世界不同地方 储蓄的习惯也不同 比如说保险跟退休金啊 在东欧呢就比较少 8.4%而已 但是在西欧 这个保险跟退休金 是大家主要的资产类别 再来看看银行的存款 北美洲的这个银行储蓄 只有13.9% 但是到亚洲呢 都是40%以上 尤其日本人啊 非常喜欢存钱 55.8%啊 占的比例非常高 大家很喜欢把钱存在银行 不过中国的储蓄比例呢 意外的比较低 报告说呢 因为财富金融产品 在中国很受欢迎 所以大家拿钱去投资这个证券去了 北美跟拉丁美洲的人 也是把超过一半的资产都放在证券 特别是股票啊 跟共同的基金 讲到存钱储蓄哦 疫情期间 大家不能出国嘛 所以关在家里面 也没有办法花太多钱 再加上很多国家猛印钞 都被发各种补助 所以你看浅蓝色的储蓄 在2020到2021年是暴增的 这个叫做被迫储蓄啊 逼你存钱 没地方花啊 这样子存钱的习惯 在疫情解封之后呢 是立刻下降 不过报告说 你不可以把这个现象看作是 大家一解封就狂乱花钱 因为报告认为啊 其实储蓄量 还是比以前 疫情发生之前还要多 所以大家过了一个疫情 好像学会存钱 是蛮重要的啊 像是美国人呢 就有更多人想要去存退休基金啊 我把今天这个话题拿出来 跟身边很多不同的朋友群讨论过 激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反应 我觉得反应是非常看同温层 高资产同温层的朋友 反应就很小 就觉得啊不是很合理吗 打工作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 这数字对吗 有这么高吗 再来就是跟大家聊说 四年之后台湾会多 53万个高净值人士 很多人就会觉得 蛤啊这么多哦 反正这话题一出来啊 只要拿出来讨论 都会激起大家之间很多的看法 毕竟这种事情就是跟每一个人都有贴切切身的关系嘛 大家下一次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带这个话题 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身边呢 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同温层的朋友 最后要问问大家哦 在你的感受里面呢 台湾人的平均资产 真的跟这个影片里面讲的一样 差不多吗 你觉得差不多的在留言区打个一 你觉得这数字太高了吧 有这么高吗 帮我留言打个二 你觉得这数字太低了吧 大家的平均资产应该更高的 打个三吧 我们来看看呢 观众的同温层应该落在哪里 然后记得啊 如果你要督促自己 再努力四年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大家互相督促 我们在市场上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拜拜